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魏华大师说谷 关乎瓷器的第七百八十九集 也就是第七百八十九奖 来得七八九好数字 昨天到荣东眼科报道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 眼睛到做一个保养 我本来想说是 把左眼睛能够视力能够增强一点 是不是把那个眼底清一清 或者是什么白内障清一清的 一侧视力 他说我左眼的视力 0.9将近1.0 但是没有大问题 反而我认为很好的右眼 视网膜破个洞 赶快就做一个镭射加固 那个手术叫做什么 视网膜 镭射光 凝固术 我还第一次听到 折腾了我一天 不管怎么讲 我们昨天休息一天 但前天我一天干了四集 这样就做事情那种精神 那我今天按理说 我也可以 眼睛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在那边 人家说 站着不如坐着 坐着不如躺着 不行 还想振奋起来 我们再讲一集 但是 今天我们空间小 讲个小晚 而且延续 这几天的这个单元 我这一个礼拜的单元 我都把它摆在哪里呢 摆在 成化斗采 就成化瓷器 尤其成化斗采瓷器 它其来有致 来自于宣德 因为他崇拜 他这个爷爷 这个艺术家 什么皇帝 又是人宣之志 又是一个什么 圣民的一个皇帝 他心里崇拜他 崇拜他怎么呢 他的瓷器 尤其在明宣中 就是宣德皇帝 他惋惜 重视的所谓的五彩词 因为五彩词也是一种 所谓的一种忌器 就是一种 宗教上的一种礼器 的一个发展 开始重视 然后在明代书籍上就有讲 明代王世信 高孔林 都有说 三句话 只有这三句话 多了那都是人 现在的人 把那个议会 或者加上去 明代书就三句话 讲宣德五彩词 早期专家都不相信 认为那是什么 认为那是 纯粹是说故事 没想到 它是纪历史 不是说故事 堆朵深厚 就是讲的宣德五彩词 堆朵深厚 华若云景 绚丽夺目 三句话 讲成化斗采 那时候成化斗采的名词 是清代才有 那时候也叫五彩 那成瑶 前面讲宣摇五彩 堆朵深厚 华若云景 绚丽夺目 仅有的三句话 而讲成瑶的五彩 色色淡雅 颇具话意 色色淡雅 颇具话意 所以把两者之间的 他的关联 还有他的什么 区分 都做了一个 明确的一个交代 所以我把这个单元 这个礼拜 我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前面的四集到五集 我也都讲了 成化了 斗采跟宣德的五彩 甚至把他两个摆在一起 做比较 我看 来按赞的 或者给我私讯的人 很多 都非常 我看大家都很有兴趣 也非常的肯定 谢谢大家 我看网络上 其他的网站呢 现在也带动起来 大家讨论成化的 然后讨论什么 成化斗采 或者宣德五彩之间的关系 因为不能完全靠博物馆 博物馆的那个 他也是从民间发掘来的 他亲公就长的是一部分 但后来的 多半都是从民间征集来 或者是考古出土来 交场 就像宣德的五彩池 那两个网 一个高足的 一个圈足的 这来自于西藏的沙迦氏 被一个旅行作家 旅行那个 新闻作家 王女士 发掘 然后北京故宫 葛宝昌那些专家 再去做鉴定 才发掘 后来陆续在西藏地区 的确 西藏地区后来也发掘了一些 除了宣德的 成化的 都有 而且还有一部分比例 除了那个所谓的满持胶 所谓的连堂鸳鸯文 大家现在仿的也很多了 所以要仔细的区分 因为他有那个做标准器之后 大家就跟着一起仿 那很好仿 他那个画的并不是很高明 只是 只是他是一个 具有标准 就是把当这个标准器看 所以他那个画很好 很好仿 不管是画的鸳鸯也好 画的那个连文 他用的是那个什么 莫古画法 感觉上 铜趣比较重 铜趣比较重 严谨度并不是那么样的好 不管怎么说 他总是一个一大发掘 然后陆续发掘 还有赏识到西藏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种 这叫什么连托八宝 连托 莲花就代表 佛教里面讲的圣洁 这佛道都喜欢莲花 你看那个周敦宇的爱莲说 如是道都喜欢莲花 语读爱莲是什么 出淤泥而不染 着青脸而不腰 那种远光而不可泄万烟 那种莲花的那种 那种清净心 莲花的那种圣洁 就是花 跟那个精神的层次 跟哲学的领域 跟宗教的领域 就融合在一体 所以连托八宝 八宝又称为八吉祥 连托八宝又称为连托八吉祥 哪个八吉祥呢 哪个八宝呢 轮罗闪盖花宝于尝 一般是这种说法 轮罗闪盖花宝于尝 轮罗闪盖花宝于尝 还有一个说法 轮罗闪盖花于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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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是轮罗闪盖 我们这个轮是画在碗中心 我昨天也PO了细节照片 请上网的脸书对照的看 二十张细节照片 中间的一个轮 轮是老大 一定要摆在第一位 所以轮就代表法律无边 佛法无边 那个轮就代表 佛家法律 它最早是古印度时间的一种兵器 就像我们那个什么叫 贴靴子 就像那个 那个 不是我们中国有那个血滴子 就是原型 可以把人脑袋都给 给什么 给消掉 就是 这种轮型的 最早期的是古印度的根据 根据 根据拿来什么 作为冷兵器的武器 后来在 佛教 被古印度的佛教拿来 作为八级相 就八宝的老大 代表的是法律无边 伦 中间都是伦 然后其他的七个是什么 七几项在问 伦罗散盖 花宝鱼长 好 它这都有个顺序关系 有没有 不知道这顺序有没有 也有 在元代就有了 那叫做 杂宝文 很多元清花上 可以看看 杂宝文 它摆一个摆两个 摆七个摆八个 甚至摆九个摆十个 都可以摆 那叫做杂宝 你讲到了八宝 或者八级相 它就必须是这八样 而且它有一定的顺序 好不好 它这个 它这个是标准作为一种宗教上的一种礼器 所以在西藏地区陆续都有发掘 还有在什么 珠山 就是景德镇的珠山 古窑子 玉窑子 就是成窑 熏窑成窑 都有在发现 不管是 生茂湖 生茂湖 大家说生茂就知道跟宗教有关 生茂湖上画的 连托八宝 或者连托八级相 或者像我们的碗 这样画的连托八宝 八级相 所在都有 而且有这样的东西就代表 它具有一定的一个尊贵性 那我们 不管是 甚至于连托八宝 在永乐时期 我就收一个永乐大碗 这样就是连托八宝的造型 所以从永乐 到宣德 传托到成化 都会连托八宝 而连托八宝 在成化时期 更受到重视 这跟成化皇帝 他个人的信仰 有关系 跟他的一个性格 跟信仰 跟他处在那种环境 年轻的时候 他几度 被立太子 又被废太子 又重立太子 经过了什么 经过了 他那个景泰 天顺 这正统景泰 天顺 这三朝的所谓的 瓷器的所谓的 黑暗期 也就是空白期 也就是大明王朝的 王室处在颠沛 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王室都不稳定 国家相对也是不稳定 那瓷器的生产 尤其官耀瓷器 当然大受影响 所以造成了 成化定于一尊之后 他即位之后 他特别有感触 而特别重视 这个连驼八宝 而且成化瓷器 大家都知道 一小为名 成化五大器 不是绝对五大器 还是有 但他小器比较多 所以小器作为他的代表 不代表他没有大器 像我上次公布的那个大盘子 就是啊 那个青花的大盘子 那个不算小吧 那也是成化 我为什么把这个大盘子 我这是又 铺在我的留言板 因为我忘 铺在 我的正式的 这个跟各位介绍的 连驼八宝上 我把它摆在 留言板上 而且是底部的照片 底部 成化的大盘 底部露胎的地方 都成为什么 称之为什么 胡马底 胡马底就是像我们煮饭 有时候煮饭的时候 火温过高 它会成为那个锅巴状态 带点锅巴 可是那锅巴是锅巴是颜色 给你摸起来是顺滑 那马昌土非常的细腻 那很漂亮 那个叫做 这个胡马底 跟我们的碗 所谓盘跟碗 所谓的元气 我们的一般来说 比如说 玉虎尊瓶 煤瓶 这叫做灼气 就是橙色气 碗盘内的 所谓元气 方圆的元气 元气 我鉴定的特征 我前几天跟各位介绍 那两只大的公碗 那一对的龙纹 五龙纹 五只乌爪龙纹 的大碗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它几个重点 第一个 它胎要非常的细腻 胎要非常细腻 而且它手拉胚 下面重心在下面 上面稍后 上面越到口言越薄 尤其这个碗 这个碗类的 摸起来口言的地方 都有点利手 都有点锐 锐气的感觉 那刚才一摸起来 原原原顿顿的 那不好 那要不然就拉配拉的不好 要不然就是筑江胎 我们这个口言 很利手的感觉 很利手的感觉 就是一种 Escanachi 英国最大的古董商 老先生九十几岁 他讲那种生命的律动 他就是这样摸的 鸡钢杯 留一些那支鸡钢杯 他帮他做预展的时候 讲过这个 他感觉到气在流动 也感觉到生命的律动 一个九十几岁 深懂中国文化的 老先生 他不会乱讲 他又有西方的 这个实践主义 又有东方的 所谓的 东方的神秘哲学 他讲的话 也是我喜欢用的 除了理性 你玩瓷器 玩玉器 你玩到一个境界的时候 他的那种感性的 跟理性 他会做一个自然的一种容 好 口言的 一个先看他的胎幼 胎幼要非常的细腻 所谓的明看成化 轻看雍正 主要就讲他的胎泥 炼制的 那个非常的筋道 摸上去 看上去 都是那种什么的 而又成肥夷之外 而且 让你就觉得一种 一种很精致的感觉 一种秀雅的感觉 所以那种感觉一定要有 没有 那绝对是不对 那都笨笨出出的 坑坑巴巴的 那不可能 那第一眼就可以把他打掉 就我们跟各位讲 从他的胎泥 所谓的麻伤土 二元配方的麻伤土 而且最好的麻伤土 那时候麻伤土是处在那种 所谓的分化层里面 分化到最完全 最细腻的 我们玩雅石的人 或者我们喜欢 种盆井的人 都喜欢 哪怕你盆井去掏土 所以杨明沙的土 它还有分深层浅层 我们就喜欢玩 年轻的时候 玩翠玉 玩翡翠 它还要翠 那矿 深浅 要最适宜的 太深 不行 太浅 恰到好处 所以 那才见起 保光 好 有这样的胎泥 我们就可以成为 这样的一个气形 包括我刚刚讲 口言的地方 它那个重心 逐步逐步向上 消保 那手拉筷 非常 而且包括它的 修胚 立胎 都做得非常的 圆润 非常的顺滑 而上的右 要肥疑的感觉 而肥 而不见其腻 对对对 油 而摸不到油 就是说 港宝桑形容的很对 陈华此几 一眼看上去 又有那种 油汪汪的那种感觉 就讲它的胎跟 胎跟右 配合的好 非常的紧密 而且右手 上到 恰到好处的后 不是人为刻意的后 然后写的笨拙的那种 看着很舒服 好 叫它的气型 对 还有一个修胎 很重要 我今天要 另外 上次漏了一点 我加几 前面给我讲 各位 我们看它的这个 这个底啊 第一款 大明宣的年字 大明宣的年字 双圈六字 那字 写的带有 童趣的味道 据说是 陈华 有人说 陈华皇帝写的 不是 陈华皇帝 你看他在提记 他在什么 那个大公鸡 那个画色上面 提记 还包括他 画的那一团 合计图 如是道 三文一体 他那个字 多成熟老大 这次 带一点童趣 听说 我觉得这个说法 我比较可以接受 他是拿着万贵妃的 千千玉手 两个人合作写成的 万贵妃的书读的不多 他的主题山东 是山东大牛 一路的提携照顾他 原来是他的保姆 进而变成他的亲人 进而变成他的贵妃 那书读的不多 山东人 但性格非常的强韧 强悍 要不他不强悍 今天就没有这个 陈华皇帝 所以他死了 没有几天 没有多久 陈华就死 万贵妃当离世的时候 陈华就讲过 他说我也差不多了 真的他就差不多 他们生命是绑在一起 而且陈华 我再论论一点 陈华的利器 所谓的浊器里面 陈舍器里面 为什么 比较多的什么 蒜头瓶 我个人的考古研究 我个人的研究 他祖籍山东 他父亲以前在山东围观 山东人把什么有名 大蒜瓣 山东人吃大葱大蒜 蒜头 也就是那种 私相勤切的表现 好 那以后再谈 我就跟各位讲 为什么我一直拉到底 给各位看 这当然是七吉祥 也就是七宝 加上中间的这一宝 就沦落散盖 花宝鱼祥给各位看 同时很重要的 看他的蛙足 跟他的修胎 他的圈竹 很细腻 很细很薄 这还不是重 重点是他的蛙足 有一个术语叫做 要记住 蛙足过墙 什么叫蛙足过墙 就是 他的里面深蛙 里面深蛙 所以他换句话 说胎底也很薄 里面深蛙 就是圈竹的内墙 比外墙高 这叫做蛙足过墙 很多人都只听过这名字 有的人没听过 有的人有听过 他不懂得这意思 就是中间蛙的深 就是内侧的高度 高于外侧的高度 就是标准 我们这是标准器 给各位看 盘跟碗才有这样 别的不会 比如说没平 你不要用这个角度看 元气 就是碗跟盘 为什么我要 公布我那个大碗 那个大盘 新花大盘的底足 一方面给各位看 麻将底 麻将底还很重要 给各位看这个圈竹的部分 那都叫做挖竹过墙 这个是挖 挖东西的挖 挖胎 挖竹 挖它的竹底 超过 超过 圈竹的墙 圈竹的墙 换句话说 圈竹的墙 它从内里摸很深 从外里面看 没有这么深 就是 内缘比外拳要来的高 就叫挖竹过墙 这是鉴定成果实际 很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都容易 东西 你说小碗这样 大盘子也是这样 我那件大盘子 尺寸不小吧 注意看 它也就是挖竹过墙 所以有些东西 我们当看别人的东西 我们不要就任意去批评了 但是我们有时候 你有经验的人 你常常在摸的人 一眼就看 走样了 所以走样就不到位了 我不是说它是新的 新访都不敢讲 它绝对没有倒带 有的话 绝对是没有倒带 像我们倒带 你看它的胎用 我当然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它的口圈的这个青花 这个青花的悬纹 它都会带一点的什么 从宣德市场开始 从永乐的时候就有 它的这个青花 靠口言的部分 它会蕴散 看起来很美 很优雅 模模糊糊的 那种感觉 就是一般在明初青花词 明初青花词 口言的部分 有种共通的这种现象 当然也有画的清晰的 但好大一部分 是这样模模糊糊 它因为处在那种什么 那种摇温的关系 处在那种摇温 而且当时的这个画工 那个比例就是 它的用 就是用非常快速的 那个比例 一米到位的画 所以再配上高温 它有点 有点那个青花被烧飞 要飞不飞的那种感觉 那很好 我们的写字不是要有非白吗 我们不管是王羲之的字 或者这个 明家的字体 哪怕颜真轻的厚重的比例 它都带一点非白 就是有 那种才有那种味道 就有那种非白的感觉 青花 有点要烧飞不飞的那种感觉 口言的地方 我讲的口言的地方 另外就 它下圈竹的地 就是它在它圈竹进步 那两道悬纹 通常来说不是绝对 通常来说 靠近底部的这一道悬纹 颜色会比较浓重一点 稍微会比较浓重一点 而它的款式 双圈六字款 或者是把六字双方款 双方款通常来说 像激刚碑比较小的七五十双方款 稍微再大一点点的这种 就是什么 双圈六字款 它的鉴定都照了 圣移着人的口诀 大字肩原 头飞高 称字什么 撇印指导腰 当然另外 层字什么 三点头肩腰 所以有的大 有的层 你基本上 鉴定它这个 所谓的款式 就八九不离十 当然细部的 你要去 画字人画 平为头 当然也可以 字字一横 什么扫月刀 那只是参考 关键在这个大跟这个层字 这两个字你会认了 它的款式基本上就跑不掉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元气 碗 或者盘 挖足过墙 所以它在那个拿起来 非常的轻 那种感觉 成化气 你断起来 层层重重 哎呀 那就不对了 一方面 它的胎本身 练得细腻 因为它有麻伤 最好的麻伤土 它才办得到 还有它的技巧 还有它下了功夫 比如说 削足过墙 你削 过头就是削穿了 削崩了 下了功夫 下了功夫 好 我证明 削足过墙 它的那个 我就照照给各位看看 你看它的那种 是不是 整个是一种 通透而淫润的感觉 通透而淫润 的感觉 看看 款式 对不对 也这样了 对不对 高尹轩的联制 款式也好 看它挖足过墙 它的这种什么 它这种修态的功夫 那一等一的 包括口言 包括竹物 都是它的特征 包括它的玄文 包括 它的什么 窦产 它窦产的那个比例 那你就觉得很清雅 很高贵 摆近一点 给各位看看 好 所谓的 这个女士都喜欢 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那表现的是一种自信 给各位转动一下 这种感觉 那感觉看起来就是 很舒服 很舒服 好 再给各位看看 那一圈的 这个轮 叫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的 轮裸散盖 花宝鱼场 轮裸散盖 花宝鱼场 各位看看 这样的感觉 这不看起来就是 很 很秀呀 很精致 很秀呀 而且又带有一点点 那种什么 同趣的感觉 那带一点 那同趣的感觉 跟那个画工 粗糙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这种感觉 就像我们看卡通片 卡通片 就是让你会觉得 很会心一笑的 那种感觉 可是它不是 出自烂招 它可以 有些地方 它可以减笔 有些地方 它可以什么 成画一件衣 这种减笔 或者业无什么 反侧 业无阴阳 反侧 但是它的那种 艺术的表现力 确实有目共睹 确实有目 所以成画为什么 今天会大红特红 是有它的道理在 所以 我们今天这一件词剂 跟各位 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你看它有点像 这个青三代那种 由于在千龙池 流行那玲珑池的那种感觉 已经有这种味道 说不定它那个玲珑池 跟成画的 词剂 也有一点点什么 走成画的这种 然后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它以成画为中 我之前有介绍过一件 以后还可以再介绍 成画 斗彩的 凡文的 写凡文 那也是一件什么 所谓宗教上的一些 繁文的 镂空的花心 那就是有玲珑池的感觉 我们这一件 虽然没有 没有 所谓的镂空雕 可是它光照一下去 你就看见 那个玲珑池的感觉 看起来 非常的 然后公碗 大家都知道 成画的工碗 卖了一点四个亿 一点几个亿的 那个不是 那个所谓的 那个 那个 宣草文 宣草文 或者是什么 那个 黄秋葵 秋葵 或者 秋葵花 这两样东西 都是成画皇帝 跟他个人性格 有关系 那个 所谓的秋葵 是壮扬的 因为他那时候 没有 就是没有儿子 皇帝位 没办法传承 大臣也帮他挤 秋葵 那是壮扬的 另外呢 那个什么 又叫做母亲草 宣草文 宣草文是代表多子 是代表多子 一个壮扬 一个多子 一个祈求 另外的公碗 在窦才 大家不知道 窦才心也是有公碗 窦才慈气 连托八宝 更运含了什么 成画皇帝 他的一种宗教思想 他的哲学思想 还有 他的一种祈福 都蕴含在 这一件体型不大的碗上 所以当时 就成画 以他周边 这些器物不大 但都处在他的周边 包括那个机缸碑 也是他的酒碑 机缸碑也代表是什么 认子归宗 还有一个宗旅书 打工机的头 认子归宗 都跟传承 王位传承有关 红子 他只有红子皇帝这个儿子 而且他是偏方 宫女所生 所以当初隐瞒的他不知道 所以他是到了后期才知道有这么个儿子 哇 痛哭流涕的 很感人 所以他一路就求职 一路上在 兢兢业业 但是他因为 他跟万贵妃之间的恩恩爱爱的 就两个已经融为一体的 旁边的人啊 连个针都插不进去 所以他很难从别的人身上怀孕 那红字呢 还是一个有特殊的特例 而且他不知道 最后 跟他讲的太殿听说也有来杀身之后 但是帮大明王朝的明献中 有了一脉香火 能够传承 所以 这个红字皇帝 也没有漏气 他的慈系也很漂亮 所以成红不分家 成红不分家 也是什么 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浓浓的 一笔 好 我们今天 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